没有 老爸 你该不又记起了吧 不会 你看 你上次跟我说了 我怎么可能还明吃不饭嘛 是吧 不行 你问小三子 小三子 这你这个 咬 咬我 对对 赶紧没见 可能是南京房 那个小魏他借的 小魏借 赶紧绝没有见 对啊 小三子都这么说了 要相信我是吧 嗯 来啊 在哪儿啊 那儿啊 接饺子两个 没事的 明天就好了 他们不敢怎么样 我是很有把握的 你给我盯紧一点 别让药强知道了啊 我 我盯紧一个 我看好 儿子 下边走啊 礼拜三这个时间不行 怎么办呢 露比 你礼拜二的时段 能不能跟我对调 你要干什么 我男朋友替我找了个医生 他要带我去看看手腕 所以 对不起我不能跟你调时间 还大言不甜地说 他是他男朋友 真是不要脸 你说关小彤啊 对啊 要不然还有谁 哎 我们遇到他的脸 都被他丢光了 嗯 走了 大家到底是怎么样 哎 哎 小彤 你的手好一点没有 还好 好了 对了薇薇 我问你 我发现最近 大家对我都很不友善 是不是 发生什么事吗 嗯 你 你 你也发现了 你一定知道是什么原因 对不对 还不都是因为那个陆文琪啊 是因为他母亲吗 是谁呢 我也不是很清楚 可是有传言说 你抢人家的未婚夫 你想 能说这样的话 也就可想而知了 再来 可是来 小彤 我知道 你一定很难过 可是 这也是没有办法避免的 谁让你 爱上了一个那么麻烦的人呢 好啦 你想开一点吗 我知道 你也不用为我担心 我一定会想办法 路过这个难关的 嗯 好了 那我先帮我自己的事去了 嗯 拜拜 你看 区西 我一定要尽强 有恩琪陪着我 我什么都不怕 我一定要紧张 孩子 杨东进来啊 好 进来啊 都忙了大半天了也没吃饭 我给你灼了碗面来 多放了两块肉 可香的呢 你问问他 我不想吃了 吃吧 老爸 我不是跟你讲了很多次 不要把这么油腻的东西 拿到我这个工作室里面来吗 你怎么老是记不得 我就只记得你没吃饭 吃饱了再干活 吃饱了再要筋什么 好了 老爸我真的吃不下 等我忙完再说了 等你忙完了这面都凉了 热的时候我不吃 放凉的时候吃 你真是 老爸 好好好 好 好 我知道 我知道 我啰嗦了啊 我吵 你想跟我走 别忘了吃面啊 好 老爸 干嘛去盯着我看啊 我来看啊 我儿子变了 这套用功了 看来我儿子有出息的日子 吃日可待了 只要你不要再来吵我 这个日子很快就会到了 你先我找 我走 你以为我愿意找你啊 你赶紧找个老婆伺候你吧 省得我天天担心你都不折饭 好好好 我吵 我唠叨 我走 不唠叨了 哎 儿子没出息的时候啊 嫌我唠叨 现在儿子有出息了 就没时间听我唠叨了 哎 老爸 对不起 我没有嫌你唠叨的意思 明天就带老爸去吃一顿好的 这边让他一次捏个够 嗯 你回来了 今天怎么这么晚 还没吃饭吧 我帮你热菜 哎哎哎 等一下 我有个东西要给你开 看到没有 这是我刚签的合约 热腾腾 是我新开发的客户 我第一次签约啊 就签到这么大的金额 厉害吧 怎么了 不开心啊 怎么会呢 看到你为我的事情 已经忙到焦头烂了 还能做出这么好的成绩 你真的很厉害 我很为你感到骄傲 怎么啦 是不是手痛不开心啊 今天我同事又给我介绍一家不错的医院 您可以请假陪你 我没事 我很好 你已经够累了 别再为我的事情奔波了 我只是觉得有点累 睡一觉就好了 你别担心 我去帮你准备吃的 你说什么 陆文琪到别家公司上班去了 是的 虽然陆先生 现在跟那家公司 都比较低调 但是陆先生 已经开始开拓客源了 相信这样的消息 在业界瞒不了多久的 老实说 陆先生去了那家公司以后 业绩成长了不少 大家都很看好他 我不需要你告诉我 他的丰功伪迹 你先出去吧 是 莲小姐 你应该都知道了吧 恩奇到别的公司